是检查打滑 这您一定也知道 拉起手刹 踩离合 挂四挡 松离合 转速一定大幅度下降 如果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则表明用实验二 分离后等候大约十秒钟 以便使所有的变速箱齿轮停止运转 然后您从倒挡开始 挂上所有的挡位 倾听离合器的噪声 操纵沉重 反复踩下踏板 就是最好的检查办法 还有第五种情况 离合器发抖 这只有开起来跑一段 别无他法 此外 别无他 感谢观看